好这一圈呢我已经勾到最后了 勾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换线了 然后我们拿出黄色的线 然后绕线合并 合并 合并之后我们在第一针里勾引把针 我们把这个卡萨的线给它放在勾针上 然后绕线 再直接带出来 这样就勾好一个引把针 然后我们立三个辫子针 立三个辫子针之后就拉大线圈 先放在一边不管它了 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卡萨的线留长一点 给它剪断就可以了 不然鞋子上带了好多线 拿着比较麻烦 下面呢我们就开始要找鞋头 鞋头勾这个白色的部分了 然后我们拿出我们的小鞋子 拿出我们的小鞋子 我们找到中间的两针 自己可以凭感觉找 可以凭感觉找 找到中间的两针 先拿出我们的记号扣 给它扣一下 给它做上记号扣 中间的两针 然后我们再来数 左右两边各数十二针 从记号扣这一针也算 右边的数右边 左边的就数左边 现在我们从这一针开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我们在这个第十二针上 给它扣上记号扣 扣上记号扣之后呢 我们再从蓝色记号扣的位置 给它往这边来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我们在这边也给它第十二针 也给它扣上记号扣 然后呢 我们把小鞋子转过来 转过来之后 我们就需要看一下 这两个小鞋 这两针是不是在平行的啊 这两针如果是对应的 平行就是两边的位置 左右两边位置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这里就不用再调整了 如果是一个高一个低 大家就需要把它前后 给它调整一下 现在我们这个位置已经找好了 找好之后呢 我们开始要来够这个白色的部分 然后我们拿出我们用到的白色线 拿出我们的白色线 然后绕在手指上 我们这里给它留一长一点线头 然后取下这个紫色的记号扣 我们穿针进去 然后呢 穿针进去 我们可以用勾针啊 用勾针在这里 或者是先打一个火结也可以啊 大家不会用勾针打火结的 可以自己先动手打一个火结 我们这样绕一圈 捏住这个交叉点 然后绕线 好 这样就打成 打了一个火结 打一个火结之后呢 我们取下记号扣 在这个地方 穿针 把这个火结给它带进来 这样呢 我们待会儿勾的时候 它这个线头 就是线头 它也不会松脱 然后呢 我们离一个辫子针 两个辫子针 好 离好两个辫子针之后呢 我们绕线 在下一针里 看一下 这个白色的线 直接就把它放在勾针上方 然后绕线 带出来 我们再绕线 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绕线 在下一针里 也给它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好 现在我们绕线 四个线圈合并在一起 这样我们就勾好了一个简针 然后绕线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还是勾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再绕线 下一个针目里面 勾未完成的长针 好 还是合并 我们就勾连续的长针 剪针一直勾到 这个左边脚扣的位置 里面的线头 就给它一边勾一边藏 藏进去就可以了 我们打过火结了 它也不会松脱 这里就连续的剪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